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想你的天空渐渐的 想你的阳光软软的 像你的云都是分散的 咬一口甜甜的 爱上你就像米糖 遇上阳光融化弥漫 再冷的冬天也会感到温暖 爱上你从今天起 都只想要你陪伴 甜蜜的小心机都被你看穿 怎么办 季信石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包药是你所包的 正是 林大人 有何不妥吗 大人 熟悉吗 这是吊挂七方海所用的红抽结 用的是极为罕见的人字死结 这跟你所包的药包用的是同一种借口 可还有什么狡辩的吗 林大人 仅靠区区一个绳结 就能治小人的罪了吗 自然不能 那你手掌上的伤痕 又作何解释 这是我前两天碾药所上 姬善堂的伙计 都可以给我证明 你杀害包圣时 包圣激烈反抗 于是抓伤了你的手掌 所以你在碾药时故意弄伤手掌 以此掩盖抓痕 我说的可对 林大人 没有证据 仅靠推断给小人治罪 这无异于草劫人命啊 我不服 那么杀人凶器能否定罪 包圣和姬方海 中的都是同一把造型奇特的利刃 经查验 最接近凶器形状的器物 便是你们大夫所用的开创刀 雷捕头 去检查一下奇形式的药箱 是 大人 没有找到开创刀 林大人 没有证据 你可不能冤枉好人哪 那就奇怪了 全荆州的大夫我都检查过 他们的开创刀尺寸均不符合死者伤口 而这时 偏偏你的却丢了 说 是不是你杀了人故意把刀藏起来了 我没有 那刀呢 我丢了 丢在哪里何时何地 我丢在 我丢 就丢在后院的水井里 我就知道 这个义子肯定有问题 我不过是以凶器为引 略施小技 炸了一炸 就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 扔了一把开创刀 进后院的水井 多亏了傅文渊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他捞了储 尺寸肯定和死者伤口吻合 齐心石 你的口供前后矛盾漏洞百出 如今人证物证俱在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来人 带走 是 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 大人 什么情况 别动 你别过来 别过来 别过来 本来我杀人之事 我不想牵手任何人 可是你们一而再 再而三地逼我 不要回来 快放了余大夫 给我备一匹快马 我倒成交 我自然会放了这个老头 不然 我现在就杀了他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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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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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心石 鸡方还可是将你养大的义父 你为何杀他 义父 养大我的是我的义母 她 她算个什么东西 我七岁那年 父母双亡 家中穷困 我只能卖身葬青 几方寒发起 生兴良善 见我无依无靠 便将我守为义子 可好情不差 我义母 不求便身患绝症 但几方还自觉被我义母所累 在我义母弃绝之后 入恋之时 几方还发现 我义母有一息伤罪 她 她将不愿意照顾我病痛的义母 竟将她活活抢死 王后聖战 为何归家死 印 寄方海几君子早就该死了 凭什么她受人爱待 快 快 化本子 是不是你改的 你写了那么多画本子 都说善恶终有报 可我等了这么久 却始终没有等到 不过用你的画本子杀人 倒是个混淆事情的好办法 我写画本子 是为了告诉百姓相信正义 你不信就算了 何故栽赃我 陆姑娘 其实你我之间并无不同 唯一的差别就是 我杀人用刀 你杀人用笔 手在这下场 赶紧认罪伏法 你杀害齐方海 是为你义母报仇 但你杀害包圣又是为何 他说他亲眼目睹我杀死了齐方海 要我交出姬善堂的产业 我一时不愤 便杀了他 那你何苦将其塞入棺材 活活憋死 手段何其残忍 我只是 我只是用刀捅了他 并未将其塞入棺材 证据确凿 生上狡辩 罢了 多说无意 能知道包圣这丝 被活活沉默死 也算是碎了我心愿 大人 重其银长其果 我积信时 认罪 大人 可否有结案 先将人犯押入大牢 择日再审 择日再审 是 带走 是 快去吧 大人 这是积信时的供词 自从百姓听说真凶落网 也都不再人心惶惶 我会按您的吩咐 张贴告示 将两起杀人案的案情 公诸于世 安抚民心 如果正如积信时所说 他并没有将包圣塞进棺材 那么又会是何人所为的 大人 大人 不好了 积信时 认罪自禁了 什么 人高压到大狱 就撞强而亡 我们明明还未审完 他就认罪自禁 难道 棺材藏尸的事情 他在替谁隐瞒 方才在公堂之上 我便觉得此事存疑 如此说来 这积信时 还有另外一个帮手 看来 模仿画本子杀人的凶手 不止一个 这是我特意准备的金创药 涂上就不疼了 谢谢 既然 我已洗清嫌疑 那我就没有在这儿 待下去的必要了 以后我们桥归桥 路归路 互不相欠吧 一年多前你不辞而别 我还未能得到一个解释 解释 明明是你失约 送了一纸诀别书将我打发 竟是为了和那个文若曦在一起 你又如何解释 收到诀别书的人明明是我 你颠倒黑白 我没有 璐儿 林大人 我得接璐儿回去了 璐儿被你伤得那么深 你不要再纠缠他了 他有自己的选择 我们走吧 璐儿 璐儿 咱们回家 嗯 你 案子都破了 怎么还有丧气的样子 青梅竹马十几年 终究是错付 不值得一声叹息吗 忘记那个复兴人吧 他不值得你伤心 不如 想想 我们以后 我们以后 是啊 以后 以后你还要写什么画本子的话 这次的故事不就是顶好的题材 我以前只把写画本子 当做谋生的手段 可没想到 它可以作为杀人的工具 常言说文以载道 也许我写的画本子 真的没有任何意义 人一旦有了执念 便会越陷越深 既信实之所以杀人 不是因为你的画本子 而在于他心存了太多的仇恨 我想好了 以后 我再也不写那些命案画本子了 也好 那你 以后 有什么打算 我当然想过了 不争馒头 争口气 从哪里跌倒 我就要从哪里爬起来 那我们 我们还是最佳拍档啊 我负责编写 你负责勘业 我们一起 赚它个盆满钵满 好吧 怎么一直没有灵感呢 陆儿姐 写画本子和说话本子明明是两个行当 你为什么非要都干了呀 自己写的画本子自己说 才更能把我想表达的东西表达清楚啊 这样啊 陆儿 掌柜的 我带你去个地方 保证你会喜欢 真的 富展归好 富展归好 这家户故事 这和这儿啊 这下的 富展归好 小二 来来来来 快吃 这一套 这一套 不错嘛 来 请慢用啊 真是错过 怎么样 喜欢吗 咱们的新书社 云泽书社被烧之后啊 我一直在找合适的地方 最后 盘到了这荆州最繁华的地段 以后啊 你可以白天在这里听书看戏 后院宽厨田径 你可以安心在那里写花板子 傅老板 当真客气啊 别说 这里看着 比先前的云泽书社气派多了 掌柜的 刘掌柜他们在雅阁 恭候多时了 我先过去一趟 陆儿 你随便恭恭 好的 昨日孙府夜半歌声 陆姑娘 应当就是那位女神仙显灵了 什么女神仙啊 怎么 这你还没听说啊 我不知道啊 就在半年之前 孙园外府上的儿媳江姑娘 在新婚之夜呈李渔化仙 飞升上天 孙公子也是个痴情人哪 在山顶为心上人塑了一座 李渔仙子像 是吗 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意思 真的假的 李渔化仙 这倒是有趣 此话当真 那还有假 就在半年之前 敷衍的宾客那可都是亲眼所见 新婚之夜 新娘李渔化仙 绝佳的神异之怪画本子题材 多谢 告辞 先告辞了 先告辞了 一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说 好好好 好好好 李渔化仙故事征集 咱们一个一个来 我有我有我有 大家别着急别着急 一个一个来 你先来 孙公子大婚当日 我就在现场 她的娘子化为鲤鱼仙子 尾巴是金黄色的 是真的 当时很多人都看到了 对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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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来 我来 我也要 我来 等会儿 新年长期 我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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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 等会儿 您知道为什么新娘卫列仙斑吗 为什么呀 为什么 为什么呀 是因为呀 她服用了老朽炼制的化仙神丹 谁 就这神丹呢 您给我二两碎银子 够吃人两个月的 谢谢参与 给她二两 给 来 来 来 这也当时 是什么呀 真的 真的 下一个 这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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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听我说 他们说的 都是假的 你怎么知道 真是假的 没有什么活 活人换天哪 这些娘子是失踪了 说不定 你就死了 什么呀 这不是说什么呀 你这个 你这个倒是一个写凶案故事的好题材 不过 我现在已经不写那种凶案画本子了 你凭什么不写啊 你不是专门写这种杀人的画本子吗 写一个 死一个 你可真是 你真是个 狐鹿网海啊 你怎么 你怎么管什么金州啊 谢谢参与 回家吧你 我今天 交替金州的百姓我 冲 开 祝い vermul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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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厉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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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大家捧场 今日若是没什么事 就先散了吧 棍姑娘 你不是一直很讨厌我吗 今天怎么肯为我出头 我是一直都讨厌你 但我没想到那日 你竟会舍命救余大夫 这一点还让我挺意外 若是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棍姑娘 陆院的桃花酿堪称一绝 要不要一起品尝 喝酒 好啊 我先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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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大人 稀客呀 陆姑娘呢 林大人 你要是来喝酒看戏 那就行变 要是来找陆儿不痛快 慢走 不送 本官 自然是来喝酒看戏的 不知副掌柜 可否有功益情 不知副掌柜酒量如何呢 不怎么样 也就比林大人啊 不知副掌柜酒量如何呢 不怎么样 你这难见人 竟敢勾引 佛甲尿龙瓷 提仇为宜 你输定了 试试看 没想到大人划拳这么厉害 大人 你和陆姑娘明明心细彼此 但为何要这样别别扭扭扭的 拜卫期末 送你一辰 我上市贪玩 偷跑上山却受了伤 偷跑上山却受了伤 偶遇鹿儿 是她怕我背败的 自私我们成了玩伴 但还与门堤之差 我每次只能偷偷跑出去找她玩 我只是上古人家的女儿 而她 是出身高贵的豪门公子 本来以为可以一直这样 无忧无虑下去 谁知道她籍贯之年 她母亲给她定下了一纸婚约 你说的可是宰相府千金文若熙 正是 我的心里 从始至终都只有鹿儿一个人 也只有她 能做我的棋子 自然是不肯 听家族安排 取回那温小姐成亲 于是我就和鹿儿 约定好了 我们要离开京城 明日 我们还在这里相见 一起离开这里 天下之大 总会有我们容身之处的 你们说好了私奔 那然后呢 我们约好了在湖心亭见面 可我在那儿等了许久 最终只等掏了一纸绝别书 可我因为一些琐事单狗 等我赶到的时候 我心天已经没有人了 只有她颤人送来的一纸绝别书 大人 你就没有想过 万一这绝别书 不是鹿姑娘所写呢 我也曾怀疑过 可她自己 确实是她的 等等 那封绝别书 不是你给表哥的吗 你表哥 也就只知道 骗你这个傻妹妹 不可能啊 我表哥不会撒谎的 我也觉得她不会撒谎 我先找她问个清楚 当我跟王府的家丁 前去一探究竟的时候 却亲眼看到林青秋 登上了为若曦所在的湖心岛 我本想追过去 可是二人说说笑笑 很是亲密的样子 大人没有想过再去找鹿姑娘吗 我又如何没有去找光 她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我便寻不到了 林公子 您还是请回吧 若不是您 我家小姐也不会离家出走 老爷和夫人是不会见你的 后来大兵了一场 错过了科举 之后 听说了男一先生的画本子 我猜测可能是他 于是 就求了圣上辞官 这才来到了亲中 可是我总觉得 你们之间好像有什么误会 要是真的是误会就好了 不改进的事 别想了 来 喝酒 今晚我们一醉方休 今晚我们一醉方休 本小姐 今晚要准备中天 怎么听这声音这么熟悉啊 去看看 好 喝醉了 你飞不起来 我没准 我没准 你猜不 多危险 太危险了 你不行 我付给你看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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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是 这危险车多了 这真是危险 这真是危险 终于 你更出现 带我走了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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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去吧 去吧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试过接受蹉跎 假装逼你洒脱 干脆闭上眼睛 不看那个我 直到快分不清 爱你是真是心 骗过了时间 骗不过自己 我想我会明白 不会再去依赖 只能在记忆里 去画爱我的一个你 这里别太儿戏 道别懂每一句 对爱陌落的 那个人不是我 是你 试过接受蹉跎 假装逼你洒脱 干脆闭上眼睛 不看那个我 直到快分不清 爱你是真是心 骗过了时间 骗不过自己 不想我会明白 不会再去依赖 只能在记忆里 去画爱我的一个你 触不到你的爱 该来的都未来 该来的都未来 这结局 比真相难猜 难猜 难猜 我想我会明白 我想我会明白 不会再去依赖 只能在记忆里 去画爱我的一个你 这里别太儿戏 道别都没一句 对爱懦弱的 那个人不是我 是你 对爱懦弱的 那个人不是我 是你 我 想到你 模様 爱你 我想到你 我对爱我 这没什么 你 我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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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地方 我想到你 我想到你 像你 这一只 这一只一只 粗糕 verf断 无限不过 你 来 这一只只 这一只只 这一只 你们 这一只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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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s細 啊 这一只只 这一只只 这一只